拍恐怖电影遇到了真鬼 是从什么体验 一位演阿飘的女演员 因为跳威亚勒断了脖子 可送去医院不到半个小时 竟然就回来了 两个太监 不是 两个演太监的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俩刚才可是离丽菲最近 看得清清楚楚 为了那么长时间就算没死 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活蹦乱跳了吧 更奇怪的是 送丽菲去医院的制片人咋还没回来呢 为了搞清楚什么状况 便拿出手机靠了过去 结果制片人还在医院 不是 任丽菲都回来了 你咋还跟医院呢 郑主躺在医院 那眼前这丽菲是个什么鬼 俩甲太监顿时感觉有一股冷气直冲天灵盖 可当着阿飘的面 两人也不敢声张 只能悄咪咪的劝导演先收工 导演本来早就看不惯这俩货了 一天天就你俩事多 虽然你俩是金主爸爸塞进来的 但也不能教我怎么做事吧 那也不是你说 李菲的 他 他 这我好了 不就 快了 你有病啊 人家身体好运气好怎么了 你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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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俩 你俩在我眼里 那就是事都会是有烂的眼睛告诉你 是不想提前杀青鸥 再拍就真杀青鸥 是新导演 说 管好演员是不行 见导演说不通 俩货又开始劝负导 还好意思提李菲一道 你看个人家李菲 多静意 再看看李俩 啊 I'm very dead boy 你别废话了 我今天非得致力力 关门 关门 银响 你需要上 李菲 俩货被强行赶鸭子上架 而且还是和真飘搭戏 直接就给吓哭了 但还又不敢不演 万一惹阿飘不高兴了怎么办 导演也看愣住了呀 这俩货平时演得跟鸵屎样 咋突然就演技大爆发了呢 他哪知道 人家不是演 而是真的被吓尿了 毕竟真阿飘都快爬自己身上了 没晕过去都算心理素质过硬了好吧 幸亏导演及时喊咖 牛逼 真不错 完美 这张完美 俩货见逃过一劫 撒开鸭子就溜啊 给门都撞散架了 他那疯了 入戏了 这就叫入戏了 演员在调 说啥呀 都是知识 学吧 假阿飘变成了真阿飘 俩货说啥都不敢拍了 毕竟戏能不能火都还不一定 就算能火 也得有狗命销售不适 可跑到一半 胖子却说要回去捞个人 丽妃的替身家家 因为他都稀罕人家好久了 可是干捞 人家也不乐意跟着走啊 胖子只好把丽妃成了阿飘的事告诉他 我们得悄悄地溜走 我会保护你 你怎么受这么了 啊 你俩回来了 你怎么来找我你俩 丽妃 别替补装了啊 幸好阿飘还沉迷于戏中无法自拔 并没有理这俩货 见窗户纸已经捅破了 俩货也不再藏着掖着 紧忙将丽妃的死告诉了导演 可惜 导演压根不信 还说他俩入戏太深 给小兽气的呀 差点都要抡导演了 幸亏这是外面起飞的丽妃 证实了他们的话 眼瞅着女神在死亡边缘摩擦 胖子都急麻了 紧忙招呼他进来 结果家家是进来了 其他人却跑完了 不止他们撒撞了鬼 瘦子雇来帮自己炒作的博主达人也遇到了 本来三个家伙就是想偷偷拍点花絮 帮瘦子炒作炒作的 结果也刚好拍到丽妃勒脖子的画面 三人一路尾随到医院 打算再拍点独家新闻 结果克斯普雷丽妃的猴子 差点没给一个医生吓死 几人这才想起猴子还是鬼装 紧忙撒鸭子回到了拍摄场地 然后豹子和狗子就去吃饭 至于猴子嘛 自然是不能再带出去了 倒不是虐待他 主要怕他出去再给人吓死 可肚子又饿了怎么办 看到桌子上有包过漆的凤掌 直接就给燥了 然后就窜息了呗 窜到一半突然想起没带纸 就想问隔壁大哥借点 结果这一露面 又差点没给人吓死 因为手机屏幕摔坏了 导致狗子来电话 滑拉了半天都没接了 因为联系不上他 俩兄弟满片场找人 恰好这时阿飘路过 豹子一脚就踹了上去 完了又是一顿埋态 大晚上的死哪去了你 不知道你这样出去会吓死人吗 这是狗子手机响起 是猴子打来的 不是 咋是你的手机号呢 怎么 你手机丢了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哥们手机 两位瞬间就吓屁了 猴子在厕所 那这位是 应该是 蛋头子老师 那不跑还处这干啥 得屎吗 豹子紧忙躲进了一间屋子 却误打误撞躲进了停尸房 更要命的是尸体还炸尸了 我尼玛 原来是隔壁另一个剧组的片场 这大晚上的要吓死人吗 这是 这时狗子也找了过来 接着两人又去找猴子 刚好猴子也从厕所出来了 只是隔得有点远 俩货还以为是丽妃追来了呢 转头又撒鸭子跑 猴子因为被凤爪落了嗓子 喊不出来 只能跟着屁股后面追 前面跑的两兄弟 好容易又找了个屋子 可以转头 还好 这个不是真丽妃 而是和胖兽兄弟一起逃出来的替身家家 都是熟人 相互正寒暄呢 门突然开了 他说啥 他说打他干啥 你这个傻 你他 他俩打的 我还没动手 现在不是讨讨论谁打的时候 而是该想办法怎么对付丽妃 瘦子表示我们这么多人 为啥要怕他一只飘呢 我们还有两只飘呢 不行我们也让猴子去吓吓他呗 结果这一指指出大毛病了 因为猴子坐在地上 那站着的那位是个什么玩意儿 还用说吗 三兄弟没敢声张 死到有不死频道 紧忙悄悄开溜 等胖兽兄弟反应过来 三兄弟早特么溜眉影了 幸好 这丽妃好像不太喜欢吃婚 并没有追他们 而是来到了化妆间 这时导演几人也走了进来 然后几人就笑了 原来丽妃根本就没有死 而是导演嫌弃胖兽兄弟演技太烂 故意安排的这么一出戏马下兄弟俩呢 只是小兽的演技逼出来了 三兄弟这边却出了真人命 因为三兄弟骑摩托车逃的时候 猴子挂在了威亚绳上 把脑壳都挂掉了 这下可玩大发了呀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上岸厕所的胖子也回来了 而且还带回来了一个阿飘 看着大伙无精打采的 都咋了这是 猴子死了 滚蛋 你怎么也演上了 猴子要是死了 这是谁 他不是佳佳吗 哎呀 这个鱼啊 玩犊子 刚才大伙可是亲眼看到的 脑壳都掉了 这回不是假的了吧 瘦子当场就下跪了 这时豹子和狗子也提着锤子冲了进来 要问他们要个说法 大伙吓得不敢吱声 狗子就在后面呢 谁敢给说法呀 万一没给够 一裤全部带走了咋办 俩兄弟见大伙一个劲指后面 转头一看 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汤 更可怕的是猴子还抽出了一把刀刀锁命 直接当场带走了狗子 这尼玛还不跑 等着糖胆斑吗 可等剧组的人全部跑完后 狗子又爬了起来 难道他也变成了阿飘 并没有 原来这又是一出戏 猴子也没有死 刚才三人逃亡的时候躲进了化妆间 误打误撞刚好听到了导演他们的谈话 三兄弟觉得被耍了 为了找回场子 所以弄了个人头道具报复回来 导演得知来龙去脉后 都特么快哭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 要是下出个左手六右手七 你们负得了责吗你们 这股劲金主爸爸突然打来视频 说不拍了 只因为导演没满足他的要求 原来开始加钱居士说要在戏里植入摩托车 可这是古装恐怖片 不是古装穿叶片 特么古代哪来的摩托车 可不加 加钱居士就要撤资 导演没招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结果这戏都快拍完了 加钱居士都没看到摩托车 人家就靠卖摩托挣钱了 你不植入人家怎么挣钱 你当人家的钱大风刮来的吗 那是人家用过命好兄弟的命 加来的好吗 就在导演一筹莫展之际 豹子突然有了主意 既然原剧本植入不了摩托车 那就改剧本呗 刚好今晚发生了这么多事 他们也偷拍了不少素材 何不就改成小网红为了出名夜叹影士城 结果遇到鬼的故事 这样不仅有古装 摩托车也能植入 最后大伙连夜修改剧本 再拍了一些素材将以前的镜头链接起来 一部扯独子的烂片就诞生了 就这 加钱居士还看尸了呢 只因为猴子在拍戏时受了伤 但为了实现好兄弟豹子成为大网红的梦想 还依然坚持 这部电影名叫了不起的夜晚 怎么说呢 虽然有点烂尾 但整体还行 也算是近些年国产片里 不可多得的一部惊悚喜剧片了